而且尤其是亞蘇這種沒有什麼退場機制的角色 就你不能說我進來之後再出去這樣 你亞蘇進來就是打一套 就在那邊 聽起來菲斯應該蠻不錯的 所以是不是對 你是不是想要借人家選菲斯 欸 菲斯的話可能他們前面就會有點 菲斯也counter這個辛朵拉 對 但我覺得最好的是伽里歐 喔 伽里歐 因為伽里歐打辛朵拉也不難打嘛 然後 進爪在開他神陽喘息的時候 你伽里歐可以開個嘲諷 然後在裡面的人全都被你吸住 而且POPPO第一場的伽里歐表現又很不錯 不然就是 覺醒這一首選了很久 佳里歐 我剛剛 我剛剛在想的是 如果說想要讓凱撒拿一個佳里歐減傷的話 但他們需要一個矛點 那 好 證明自己的時候到了 你是說我猜POP的能力嗎 還是說佳文是時候啊 Breaker要證明自己的時候到了 以前我們都會 那時候Breaker可能不小心踩到夾 我們就笑他夾文是時候 我們會吸引他什麼就是 就是夾文是時候 沒有 我跟你講 今天Breaker要來證明自己了 第一把 趙將軍 這一把 皇子夾文四世登場 然後伊澤瑞爾 對 有沒有 我說伊澤瑞爾 一人差一隻嘛 一人差一隻OK 盡可能的把這核蟹把握住 Breaker這邊的重擊有 BOOGIE也有 搶核蟹搶了很久的時間 現在的話 下路是一個碰溫的EQ串BOOGIE 沒中 但雷神又打出來 這個死亡地上又打出來 然後是一個雷神在WQ連段 然後必順是BOOGIE的閃現 然後接下來下路變成是一個3v2的局 就為了這個核蟹 這核蟹真風騷 我這裡可以在EQ一次喔 哇 往前打啊 BOOGIE這邊危險了 好像死了 危險了 真的危險你死了 被紅BUFF黏住 Breaker拿到手殺 單殺 我們可以看到 在打野動向的部分 前七分鐘 佳文四世 全地圖走透透 全地圖都是他的廚房 全地圖走透透 另外一邊的話 就只有在自己的六鳥區 基本上沒有過 他唯一過過核道就是 真前面那個核蟹而已 對 就一開始 對 就一開始而已 整個藍區都失控了喔 對 這裡BOOGIE其實就有點在 就是吃這個殘除之餘 就是在打反蹲了 因為他最怕的就是這個下路被對方 誒 危險了 哇 這個如果被偷掉很虧耶 Breaker接手 就急 Breaker接手了 啊 偷掉了 偷掉了 這個應該拿掉了 拿掉了 拿掉了 六等啦 六等了 Breaker 足矢不順耶 BOOGIE 打核蟹 然後FORFOR現在已經 已經優到 我對線對對 我去吃旁邊的蜂蜜漿果了 往前一個正拳 誒 跑鳳有潮到 進化先前 因為Breaker趕過來了 大家Breaker EQ 竄 沒竄到 隔牆 BOOGIE 陣地自己敲 但是看起來傷害有一點點不夠喔 對 這裡賽恩有機會開車嗎 有機會嗎 他被逼退了 對 被Rester給卡住了 我覺得下路到還好 感覺他比較不會有事情 反正中野感覺他會出事啦 現在定了一個粉眼之後 往前 好 不已這邊逼一個閃的閃線蓋大 阿普攻 家裡又怎麼樣蓋下來了 加路跑不下 哇 BOOGIE被擊飛一波帶走了 喔 我覺得BOOGIE這波太急了 就是 塔利亞無慘 這個閃線有沒有必要交 因為對方還沒蓋你 所以 感覺可以再扣一下 那 你一旦夾有對方一定跟 然後就硬拿你這顆頭 而且 好 此時 3技已經是灰爾巨蜂毀滅了 然後這個玉石又被 又撞了一根 一下這個塔的半條血 哇 這根塔看起來有點難守啊 可是 誒 那個野區六娘在那邊要打起來喔 打起來了嗎 來看一下這一波 哇 Mish被抓到 Mish被牛鱗給敲死啦 那上二塔要掉了 哇 那BREAKER還用自己的走位 把Dreamer給壓走 因為3技這邊看起來也要撤退了 被EQ串 然後3技開著大絕 然後加文蓋大把3技給卡下來 哇 這波打得特別好 然後上路也是跟著拿到手了 哇 J Team這一波的進攻 非常漂亮 J Team打得非常好啊 好 Red被暈眩打到之後 後面加文是撞出來 哇 這EQ有撞到 哇 這布朗姆有點難走喔 哇 像泡沐 然後搭配著BREAKER閃現 補了一個戰爭律動的一個普攻 直接帶走這個人頭 然後等他往前的 你要爆啦 爆破連頭有沒有機會 哎呀 臉不大的閃現 哎呀閃Q啊 手槍薄 REST 把Dreamer給打死了 他後面有誰不嚴欸 他點過桶是不是 閃現給你一槍 給你一槍啊 把你一槍給蹦啦 哇 那這個下塔又要被點了 因為 你所有的人都在上路露頭 哇 這一波有點崩啊 這個短短的五分鐘內有點崩得太大啦 好 家人想開 EQ蓋大絕 直接把MISSION半條線打到沒了 然後POOGIE這邊也是慢慢的往後拉 下面去了 隨便板都在這裡 進化先撿 然後上半部瘋瘋直接嘲諷 哇 瘋瘋好痛 派殺進場把MISSION給秒了 哇 救命稻草再少一截 又倒了 我覺得這個判斷是好的 我真的沒有打起來 想彈 EQ往前的 家人 蓋了三個 家人又怎麼樣滾下來了 哇 正飛的是POOGIE POOGIE被秒了 然後接下來 連3D也跟著死掉了 這個好可以轉身拿BALON 這有點尷尬 EZREAL刷了一個大絕 想刷家人士士 沒刷到 如果刷死家人士士的話 那BALON可能守得住 對 但這個BALON現在 剩下三個人都沒什麼CC 對 而且牛還在側邊喔 側邊想控制 MISSION來了 MISSION跟EZREAL跟DIR都來了 來看一下這兩個CARRY 牛來了 牛繞了 我頂回來 嘲諷朝住 舉了一個盾 DIR是反身 把EZREAL給射死 BALON進入了JT的手中 大家看一下MISSION 能不能CARRY 小V的位置很招 DIR是往前跳的時候 把小V給射了這空上 這不怎麼打成這樣 可能是DIR可以全收啊 DIR是開一點 哇沒有Race了 Race了 Race在側邊把EQ刷起來 哇 接下來一個爆破頭 Race拿了一個雙殺 再一槍 哇 全收PENTAKILL 超猛的EZREAL表現啊 他在挽救這場比賽耶 救世主啊 你知道嗎 他剛剛從頭點到尾 然後 3打5 把對方全部收光 但 其實剛剛JT的位置 我覺得有點要退不退 要打不打的 這波 都回去應該可以補不錯的裝備 但這裡打起來是JT 這一波摳摳的非常好 因為抓到對方 可能沒有閃現的時間點 搭配BREAKER跟加里歐的COMBO 下來之後收掉人頭 其實到這裡都是JT完勝的 但後面的巴龍處理 可能要看一下兩邊的位置 因為 可以看到以色拉 把人撞進來的時候 JT其他人還在打巴龍 所以以色拉先被秒掉了 只有BOBO後來接應 我在想的是 有沒有必要是 抵一個布朗姆在前面 然後ALL IN那個布朗姆 因為等於 布朗姆這個秒秒 就拖了很多的時間 對 其實我覺得最穩的方式 就是以色拉直接把一個Carrway 撞開就好 對 撞開其他人就可以退掉了 小P在會在後面的主力 其實也怪怪 因為他閃現他要嘛就直接拉開 但他其實在裡面猶豫了非常非常久 然後 這一個佳玟進場 其實限制了DER蠻多 但是DER是 奧索爲了先往前 這個Qmiss 他就有機會 他就有可能會輸喔 因為鋼普朗姆的槍 我打一槍就死了 那時候就是比手術 對 那就是比手術 跟準度了 哇 DER是在拯救M17欸 這個給東山一點點空間 給他一點機會 要來抓鋼普朗姆卡牆 沒卡到但沒關係 伊澤瑞爾趕過來了 伊澤瑞爾上一個高 往前吸了一口雨落 鋼普朗克原地 開了一個大絕被挑飛 然後伊澤瑞爾這邊 這要取消吧 哇 你怎麼下來了 但是伊澤瑞爾這邊的話 有沒有機會活下來 還有摩底獅神魚 哇 摩底獅神魚 泡布開了一個驚人 然後砍到進場想收 沒有收到 然後Pokey再開了一個驚人 現在是以色難nie 趕過來了 哇 車輪戰啊 然後後面有長毛病吹開 這邊要保護伊澤瑞爾 伊澤瑞爾往前跳了一個大絕 這個大絕 第一次到這邊要灌下來了 目標就是這兒 把他給秒了 漂亮 這一波JT在WQ連斷 把GIME給留下來 而且MISSION看起來也要被限制住 繼續往前追 小B有機會來收掉全部的人 JT打回來了 哇這裡可以 有機會上高地 但應該是沒有辦法GG 太精彩了 哇這波最後 這波會戰打得很精彩 太精彩了 這一場比賽 兩邊都是極限發揮 把他打成 那凱撒進來的位置 雖然有點可惜 沒有地線收掉Eazer 但後面的拉打 加文爭取到了非常多的時間 那個大絕蓋下去 加上加流大絕 把Eazer收掉了 這一場 我在想這一波團 RES的那個大絕 即便他死了 但他還是打了Eazer半條性 他基本上整個大絕 都砸Eazer臉上 那Eazer這邊是完全利用 摩提斯的護盾 加上那個血量拉拔 但凱撒一進來 Eazer就得退 那Breaker雖然在這個時間 Eazer坦型的加文 是做不到什麼事情 但他這個大絕太關鍵了 他這個大絕直接把 Der困在裡面 然後加裡又進來的時間點 Der就直接倒下 所以他要的就是這個東西 然後包括以色拉後面的控制 都是直接在控制到 另外一根稻草的Mission 對 兩根稻草藍腰折斷 那MBC是完全沒得打 對 這樣沒得打 那這裡讓凱撒拿到了 這麼大的優勢的話 凱撒其實下一箭 就要直接出死帽了 對 就想說 就只能吃八樓 這吃八樓會超快的 對 我這裡要開嗎 好 阿希爾這邊 哇 小B重進去了 但是沒關係 又拿減傷 然後是把Mission給秒掉了 然後接下來Der 也是要被守持結束了 結束了 這一切都結束了 結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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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r 這一波站起來之後 又被小V給拿到這個雙殺 3D進場 看起來也是要化為一個屍塊 小V拿回了一個Triple Q 我們這一波一打完 大家都知道應該是要結束了 對 應該結束了 那個剛Mission是直接蒸發掉了 他被凱撒 他沒有閃現的 然後他大絕推完 那凱撒竟然傷害太高了 真的結束了 結束了 這樣就結束了 就真的結束了 哇 M17在AD位的 的一個極力發揮之下 在巴龍區 打出了一個PENTA 有機會挽救整個M17的頹勢 但是仍然無法抵抗 加穩加加里優的COMBO 搭配的凱撒 AP傷害 我們恭喜GT 3比2 晉級到了明天 區域選拔賽的最終決戰 其實這一場最後的這個會戰 其實跟前面 我忘記是第一場的會戰一樣 就是 M17他就是一個會戰陣容 然後 又是一樣沒有站好位置 直接被切到後排 然後後排倒了就結束了 我記得上一場是那個 就是柯加斯不在 陣型的最前方 對 然後後排一樣被衝 然後一樣結束 所以M17 在這個系列賽 因為自己的陣型都沒有站好 同樣的方式輸了兩次 尤其這一場更明顯 那個凱撒是直接衝進來 然後你打起來就爆了 哇 那看得出來喔 JT的成員當然是非常開心的 而另外一邊的話 M17 即便輸掉了比賽 但 我相信觀眾對M17在 季賽以及季後賽的評價 他會完全的改觀 最後打了35分鐘的時間 經濟上面的69K 對上的是56K 塔數10比3 並移1比0 飛龍呢2對1 巴龍這邊JT也拿到了一條 好的 一般上比賽之身 關鍵給到了 Breaker25 157隻吃兵喔 那使用的英雄是 佳雯四世 那使用的英雄是佳雯四世